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大家讲一讲 两性情感的微妙关系 我叫刘立成 是江州大学社会心理学系的教授 我也是江州的电视台 以及江州大大小小的杂志中 婚姻情感类节目的常任嘉宾和专业 对于公众来说 我是一个对婚姻 爱情 家庭 无所不知的专家 如同一个行医多年 稍一搭卖就是病症的老中医一般 神情准确 你在职场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烦恼 都是因为你 单在我们妻子思想坦坦 我所说的和我自作的生活 全能完全顺利 交换而构成生活 职场的人际关系 就是简单的交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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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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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你打错呢吧 那我一会儿再给你打吧 好吗 别啰嗦了 有什么话快点说 妈 我准备离婚了 这离婚是孙小胆体的 是啊 其实要不是名为孩子 咱们俩早都离了 我还不 他不喜欢你 真 我就寻思 这要离婚 这得把嫁炒够了 你们两个人一点动情都没有怎么就 这怎么离了呢 她是有 这孙小胆她不可能有外遇 您还不了解她吗 这世上哪个男人她能看得上 要不就是她那个妈 在后边聊个羽毛事儿冲着个搜主意 啊 真的 你看看 那小蓝从今后问到现在 对你咋样你自己明白吗 嗯 那女人该做的洗个内衣内裤啥的 那根本都不给你洗啊 谁洗啊 这妈给你洗的是吧 行的 别说内裤了 都什么时候还说内裤啊 对对对 说正事 孙小胆她那个妈是怎么回事儿 怎么了 是我那账名 一直就没瞧上过咱们家 什么叫可以啊 那您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我也听不出您的态度啊 我的态度很清楚 等你这句话 我快等了十年了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啊 分财产的问题上 要面对现实 不要大众脸充胖子 既然要离 那好说好散 离婚的时候提条件 让孙小丹先提 咱们老刘家 一辈子都是这样 宁可别人妇了咱们 不负人家了 你一个男人 有点大赌 别落下话瓣 让人家笑话 她都提啥条件了 除了孩子 我什么都不要 她说除了孩子 她什么都不要 门都门有 我说 我的生活为什么不能 像我给别人讲的 那么精彩 刘教授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您觉得幸福家庭的根本在哪儿 幸福家庭的根本在于跟随 女性在家庭中一般要承担着家务劳动 这是很辛苦 嗯 但如果女主人喜爱家务劳动 又不挑剔和抱怨 那么这个家庭一定会走向幸福 小丹娜 你把离成那个枕套给我拆些了 我给你洗一洗 你就让她自己拆过就行了 她自己不会 你就 别 行行 我自己拆洗 这什么 妈妈妈 你这干嘛非得用手洗啊 我这明天拿洗衣机一块儿洗就行了 别别 你放这儿吧 别别别 你真的 从小我跟你说 你真的养成习惯了 现在你说年轻力壮的 油大 你不知道容易过敏 你这洗衣粉都不能使 对对 妈 您孙子都受得了洗衣粉 您儿子受不了 这不是妈呀 真的 你得养成习惯嘛 你这老小子这样 哎哎 哎 我给她躺不过去给画了 哎 你看我这脑子 这 这 还有啥 没了 你我你说 你说 是不是你 我要睡得洗衣粉 你是不是养的了 啊 难受 养的 你看看 这脑子真的 不是撒谎 啊 我们再来说说家庭次序 很多媒体像我约岗 有一个很常见的题目 婆媳关系 为什么大家总会觉得 妥妇压着媳妇呢 这是因为在一个家庭中 家庭成员 谁出现得越早 谁就越有优先权 孙子 孩子爱吃 你可以不是天天吃 偶尔吃这么一会儿的吗 你也是有文化的人了 那这要是毒品 孩子想吃偶尔也可以吃吗 你看 含有繁脂肪酸 你比我还清楚 你非让他吃 那我只能理解成 你想让看看得癌症了 我不许吃听妈妈的啊 来 请这边这位蓝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话筒递给他 请问刘教授对姐弟恋怎么看 相比大男小女恋呢 其实我更看好姐弟恋 爸 妈 这是我男朋友小K 他现在读大二 毕个月我们俩去结婚 谁啊 刘盈姐说我闹 出去出去 别再让我看见你啊 刘教授谢谢你啊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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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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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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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